一个了解药 作为了解药 这个扶手也是柑橘类的 这个植物呢 像那个前面的菊 或者紫石 那一类的植物 它同类的 都是属于柑橘类的 只不过它这个结的果实呢 发生了这个变异 这个尖端呢 不规则 像这个弯曲了的这个指头 所以就把它 有的又把它叫扶手柑 本身它属于柑类 一个拇指旁 一个甘甜的甘 扶手甘 那么这个药呢 它的这个 在临床上 它的作用相当好 疏干理气和疏干理皮 止痛 消脏的作用都很强 那么为什么我们了解呢 因为我们前面学了 这个青皮 也学了橘皮 它兼有青皮和橘皮的 所有的功效 兼有青皮和橘皮的 所有的功效 它又没有橘皮 那么臭 又没有青皮 那么俊猛 它既能够 行起疏干 又能够 行起礼皮 既能消脏 又能止痛 同时还能 潮湿化痰 所以它的功效里边 橘皮 青皮 所有的 它硅筋的部位 都是肺筋 肝筋 脾胃筋 它兼有青皮和橘皮的 所有的功效 没有橘皮 那么臭 没有青皮 那么俊猛 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药 因为我们有前面的药作为参考 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了解 再加上这个扶手 临床用的时候 它的价格很高 远远高出了这个青皮 橘皮很多倍 甚至于十多倍 十多倍 那么所以一般的 能够用青皮就用青皮 能够用橘皮就用橘皮 那么只是说 有的时候 非常必要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考虑用这个扶手 所以扶手来 我们知道它的功效 就可以了 再加上这个扶手 让它更增 然后再加上这个扶手 就是小扶手